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CEO马斯科今天表示 如果通货膨胀缓和下来 特斯拉可能会降低售价 在推特上拥有逾1万粉丝的马斯科 今天回复一条推文 这条推文询问特斯拉公司是否有任何计划 降低其为了应对疫情和供应链困境而提高的车价 马斯科推文称 如果通货膨胀缓和下来 我们可以降低车价 由于电动车和电池使用的原料 从铝到铝成本上涨 加上晶片和其他零件供应短缺 各大车厂采购困难 特斯拉在过去几个月内多次将车价调高数千美元 世界首富马斯科最近几周警告有衰退的风险 并表示自己对经济有一种超级糟糕的感觉 由于汽油和食品成本居高不下 美国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9.1% 为近41年来最高 对目前寻求降低成本和改变聘雇计划的公司来说 这意味着苦日子到来了